那究竟要怎麼檢視自己住的地方 到底有沒有被裝設針孔呢 監視設備專家就說了 裝設這個針孔的時候 為了能夠拍到整個房間 一般都會裝在這個房間的中央 或是床對面的左右 四十五度角 民眾可以先觀察這兩個角度 有沒有可疑的物品 另外還有哪些檢視的方式呢 一塊來看看 看起來普通電視和桌面 其實這裡面已經藏了兩支針孔攝影機 很嚇人 能夠正常使用的手機充電頭 竟然藏著針孔攝影機 而且還可以將影像透過Wi-Fi 持續傳到監控者的手機裡 上傳一個影片到手機 但要一直連結網路攝影機 就不能使用電池 必須接上電源 所以專家說 現在的針孔都會藏在插座附近 插座頭都要稍微看一下 因為這個是都是有電的地方 另外為了能夠拍到整個房間 針孔攝影機也有固定裝設的位置 大概就是以床的左右前後 45度角 動有縫隙的 可以連接電源的地方 至於現在有不少的APP 號稱能夠偵測針孔 業者解釋 這種軟體是手機 得先連上針孔攝影機連結的Wi-Fi 才能夠搜尋出可疑的裝置 效果有限 如果真的懷疑有被裝設針孔 專家建議還是請檢測員到場 使用專業的工具 仔細檢查 我是新聞 無力安小月台中 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